好 中美不只經貿其實是很緊密 沒有辦法脫鉤 中美博弈更是鬥而不破 因為知道各自都是核武大國 沒有辦法開戰的 但是美國自己避免跟大陸打仗 卻不斷拉著日本 澳洲跟台灣 甚至是印度 來所謂的印太地區 針對大陸 但是針對南海問題 大陸已經要跟東盟國家 推進南海行為準則 一旦敲定南海行為準則的話 就代表南海這些國家要擱置爭議 美國你這些域外國家 有資格來這邊挑釋嗎 我們來看到是大陸跟東盟關係非常友好 受到大陸國務院委員兼外長王毅的邀請 來看到就是 越南 馬來西亞 柬埔寨的外長 還有印尼統籌部部長 在2號到5號要來到大陸進行訪問 跟大家互動一下 您認為美國有資格在印太指手畫腳嗎 來聊天室寫下您的看法 借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現在看到為何說美中之間是鬥而不破呢 就算雙方再怎麼衝突 但還是管控分歧 北京跟華府的軍事高層傳出準備要進行對話了 這是南華早報報導 知情人士透露早在11月 美國總統拜登跟大陸國家主席習主席 舉行了視訊峰會之後 兩國的軍方一直在進行接觸 探討的包括美國的防長奧斯汀 以及要跟誰呢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許其亮 還有呢 美國 中國大陸的國防部長魏鳳和 可不可能呢 有進行美中高層軍事會談的可能性呢 知情人士說啊 這個習拜會視訊峰會達成的共識之一 兩位的領導人已經責成了軍方商討相關的安排 雖然對話的形式還有細節還沒有敲定 但是消息人士透露呢 雙方考慮在1月初要舉行所謂的電話或者是視訊的會談 那美國呢 軍事官員雖然尋求跟中共呢 軍方維持開放的溝通管道 要防止可能會爆發的衝突 但由於呢 雙方一直都沒有辦法說 要對誰來進行對話 比如說呢 奧斯汀對話的 要跟誰能夠進行對話呢 之前都一直沒有取得共識 那儘管呢 美方一直推動 希望能夠跟許其亮來會談嘛 但是中國大陸認為 其實有包括了像誰 像魏鳳和跟奧斯汀來對話 這樣子是比較妥當的 但這樣的態勢呢 就表示說 就算啊 美國不斷的拉高 其所謂的抗中力道 但是在軍事上 美中還是避免擦槍走火的 美中如果發生戰爭 恐怕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了 美國人自己超害怕的 我們來看到的是 美國智庫呢 雷根總統基金會 暨研究所 他公開最新的民調 百分之五十二的 美國民眾呢 把大陸視為 是最大國家威脅 反觀俄羅斯只有多少 只有百分之十四而已啊 被問到未來五年內呢 最擔心的事情是什麼 高達百分之七十一的受訪者 美國受訪者民眾選擇 最擔心什麼 就是美國跟大陸之間爆發戰爭 有百分之三十三呢 認為是非常擔心 還更擔心的 另外再來看到 所以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受訪的 美國民眾支持 美國將專注力 集中在東亞的區域 那跟二月的百分之二十八相比呢 其實增加蠻多的 另外呢來看到呢 其實針對大陸 有百分之二十的受訪者 說最擔心大陸的是什麼方面呢 最擔心的是經貿的模式 百分之十九擔心的是 中國大陸軍力的發展 百分之十七擔心的是 人權的問題 百分之十三擔心的是 外交方針 還有百分之七最擔心的是武力飯台 那擔心呢 美國科技會輸給大陸的民眾呢 高達多少 百分之七十三啊 其中以人工智慧AI 還有供應鏈領域的比例最高 看得出來美國民眾真的意識到 高科技 美國即將要被大陸給追趕過去的憂慮嗎 只是呢 美中就算在衝突 也會避免發生戰爭 就是管控分歧 避免捲入戰爭 但是呢代理人就不是如此的 首先我們來看到呢 美國常常拉著很多印太盟友嘛 日本現在又頻頻來挑釋了嗎 來看到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他在一號的時候 在國策研究院舉辦的影響力論壇當中 發表了線上演說 他說如果中國大陸呢 武力飯台的話呢 就怎麼樣 他說無論在地理上或空間上 對日本的國土都是重大的危險 日本啊無法容許 他就說台灣有事等同於日本有事 也等同於日美同盟有事 他把美國也拉進來了 但是你真的確定 美國會跟著你一起打仗嗎 剛剛最新民調就是百分之五十幾吧 其實非常擔心會開戰 Sorry 是七十幾 擔心會開戰 很擔心嘛 那另外呢 還有講說 這個是這個認知啊 這個北京領導階層呢 尤其是對於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呢 絕對是不能夠誤判的 台灣への武力侵攻は地理的空間的に必ず 日本の国土に対する重大な危険を引き起こさずにはいません 台湾有事それは日本有事です すなわち日米同盟の有事でもあります この点の認知を北京の人々は とりわけ習近平的席は断じて見誤るべきではありません 安倍呢 雖然是在2020年9月 其實卸下了首相的職務 但是他仍然還是日本執政黨的自民党最大派系 安倍派的領袖 外傳安倍其實明年有意要訪問台灣的計畫 安倍表示2049年北京將要慶祝建國百年 所以在未來30年當中 大陸在經濟還有軍事預算的成長 估計每年會成長7% 比現在高出8倍之多 往後的30年是充滿危機的時代 安倍認為台灣周邊面臨的挑戰 就是尖閣諸島也就是釣魚台 仙島群島還有宇納國島 就是這幾個所謂的島嶼 他說這叫做日本的領土跟領海 所面臨的所有挑戰都是沒有兩樣的 因此我們必須要超前部署 防範中國大陸從海中還有空中 以及海底不斷進行各項的軍事挑釁 注意了他說尖閣諸島是釣魚台 他說是日本的領土跟領海 那請問一下他開了這個視訊會議 台灣蔡政府居然沒有任何的抗議 IP你就是把主權都給拋棄掉了嗎 國民黨的立委陳以信就說 他沒有辦法接受 台灣不能夠因為台日友好就忘記了 首途有責就把釣魚台送給日本了嗎 國民黨也發表強烈的聲明 要求台灣外交部要表達領土主權 不容侵犯的立場 沒想到台灣外交部就說 感謝國際重量級的政要 持續關注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但對於安倍把釣魚台列為日本領土 他回應說各國朝野在民間學術論壇 發表的個人看法 外交部向來不針對個人意見來評論 對此我們來看看中國大陸的外交部 怎麼樣捍衛主權的 汪文斌就說 斥責安倍的胡言亂語 妄議中國內政 而且中方強烈的不滿 已經透過了外交管道提出嚴正的交涉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罔顧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原則 公然在台灣問題上胡言亂語 指手畫腳 妄議中國內政 中方對此強烈不滿 堅決反對 以通過外交渠道提出嚴正交涉 任何人膽敢重走軍國主義老路 挑戰中國人民的底線 必將碰得頭破血流 只是另外針對大陸外交部的部長助理 華春瑩 一號晚上更緊急約見了日本駐華大使 垂秀夫就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發表涉化言論提出了嚴正交涉 華春瑩表示 安倍晉三就台灣問題發表極端錯誤的言論 粗暴干涉了中國內政 公然挑釁中國主權 悍然為台獨勢力撐腰 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還有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原則 中國大陸對此堅決反對 日本歷史上發動侵華的戰爭 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 沒有任何資格和權利 就台灣問題說三到四的 華春瑩指出中方強烈敦促日方 深刻反省歷史 汲取歷史的教訓 不得以任何形式損害中國的主權 不得以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的信號 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 還有領土完整的強烈決心 堅強的來看到的是所謂的堅強意志 還有強大能力 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否則會玩火自焚 另外看到日方這邊 垂秀夫他則是說 說會重視中方的交涉 而且隨即會報告給本國的政府 不只如此 日本自民黨其實也要探討 2022年年度的日本政府預算 而且還要把釣魚島 還有把台灣來進行相關的說辭 希望能夠增加自己的防衛預算 這是日本共同社報導 針對大陸船隻在釣魚島附近 進行海域航行 報導就聲稱 自民黨要求 要加強關於日本領土跟主權的調查研究 還有信息的發布 要魚台是你日本的嗎 要嘛也是我們華人的吧 怎麼會是你的呢 另外針對所謂在東海跟南海的強大活動 他就說要提升對國際訴訟的應對能力 還要維持擴大基於法治的秩序 倡議積極參與國際秩序的製定 推定包括推進有日本特色的人權外交 另外一方面 日美還說自民黨考慮要把預算編至大綱當中 首次去提到了台灣 聲稱大陸在台灣附近的軍事活動急劇活躍 還以釣魚島跟台灣來說詞 說日本的安全保障環境更加嚴峻了 要求要增加防衛的預算 強化所謂的防衛力 說到日本是由 看到他自己主辦的 Union Lands的年度聯合軍演 其實從11月21號開始到11月30號 在哪裡舉行 在菲律賓海來舉行 好多國家來參與 像是美國 日本 澳大利亞 加拿大 德國 五國的海軍 35艘的軍艦 數十架的飛機 參與了這一次的聯合演習 那其實規模罕見 而且演習地點就在菲律賓海 其實就是要剑止中國大陸的 針對安倍晉三表示 如果對台灣武力侵犯 無論在地理或者是空間上 對於日本國土都是重大危險 日本無法容許台灣有事 等同於日本有事 環石社評表示說 安倍晉三其實是威脅到了中國 而且安倍晉三在誘導日本玩火 甚至說這些話 大概安倍的肚子裡憋了很久 他們是日本的當政者 絕對不敢朝著大陸咆哮的 安倍只能離開首相職位之後 逞強過癮 但這也反映出他日薄西山的焦慮感跟失落感 而日本如果執行這樣的台海政策 將是日本的自我毀滅 而且不光是經濟自覺深入 日本的右派政客們要明白 中日日量的對比已經徹底顛倒過來了 日本殖民欺壓中國的舊夢可以休矣 這個時代一去不復返 環石說安倍家族從日本政治世襲的家族 有著深度的右傾化DNA 這至少可以追溯到他外祖父那一代 如今用中國威脅論欺騙日本人民 煽動中日對立是日本右派的看家秘訣 然而不管安倍這些右派多麼咬牙切齒 他們都阻止不了中國 不斷地走向更加強大 日本在台灣有事時貿然干涉 就好像是以卵即食必遭到中國的毀滅性攻擊